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8号礼拜六 现在是早上11点 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地叫做Lake Serene 这个中文名字呢 它就叫做幽静的湖 这里呢,实际上有三个景点 第一个呢,是这个一座山叫做Mountain Index 欢迎成中文呢,应该叫做石子山 那么它山上流下的水呢 进入到这个这条湖 就变成了这个幽静的湖 那么这个湖水流出来以后呢 形成了一个瀑布 这个瀑布呢,叫做新娘面沙瀑布 这个地点呢,离夏图开车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么它在从夏图到这个旅游城市Leavenworth 这个德国镇的这个路途的中间 它所在城市呢,叫做Goat Bar 那么从这个名字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淘金的时候人们经常来的地方 实际上呢,今天来的目的地呢 这个地方呢,过去主要是做淘金 采矿,还有挖木头 但是呢,它实际上呢,也是以这个风景出名 现在当然是以风景出名了 它的风景独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座山 这个Mountain Index呢 我们叫它拇指山,石子山啊 石子山 那么这座山的形状呢,从某一个角度看是看像石子 它有三座主峰啊 呃,是北峰,南峰,还有一个东峰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最高的地方是南峰 这个山的高度呢,是1852米 它跟黄山的这个主峰,天都峰差不多高 呃,很独特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这个拔地而起的这个落差非常大 呃,1800米的山呢 它这个北峰啊 刚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拔地而起1300米 所以非常壮观 非常非常壮观 而且呢,这座山是像石笋一样 非常陡峭 就像这个陆地上树前一个石柱 呃,它在这个,从这个 呃,西雅图方向 到这Lavenworth一条主要的这条公路 就是二号公路 这个二号公路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景点 那么这座山呢,旁边呢 它有这个山上的血水 形成这么一座湖 这个湖,这个湖非常非常的安静 因为它在一个山窝里 三面环山 它的这个,非常宁静 风很小 很难得 而且呢,在那个山的地方可以看到很美的这个山景 这个山,大概落差1000米的山呢 就在那旁边 还可以经常看到山上有些石头 或者甚至是雪崩掉下来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游人如智 马上就到12月了 那么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停车厂 还是停的满满的 而且虽然来的这条路呢 也是很难开车开过来 啊,但是打不住大家 来爬的热情 下面再说这个流车的这个瀑布 从这个湖里面的水流车这个瀑布呢 叫做新凉面纱 这个瀑布呢 它一共有四级 其中那个总长度呢 总的这个落差大概是410米 这四级里面最大的 最下面这一层的落差呢 是110米 所以是相当高了 那么这个瀑布的宽度呢 并不是很大 只有42米 我们比一下黄果树 黄果树呢 是一个很大的瀑布群 它的主瀑布的宽度呢 是100多米 102米 落差只有83米 所以呢,这个瀑布呢 它的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比红果树要大 当然水量呢 并不是很大 呃 我们今天呢 走的这条路线呢 叫做Lake Serene and Bridalvale Trip 实际上它这条主路线呢 就是呃 从我们这个停车场 一直走到这个湖 那么在在旁边呢 走的半路的地方呢 有这么一个小岔道 这个岔道可以上去呢 呃 靠近这个瀑布 今天看情况呢 我们就要一直沿着这条路线 往前走 呃 不一定会去这个岔道啊 这条路线的全长 是呃 12公里 并不是很长 来回 落差呢 这个爬高是830米 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 它也依然是 这个难度的级别 还是比较难的 远远就听到这瀑布的声音 现在这个往右边管 就是去这个瀑布的半山腰 你可以啊 实际上可以这让这个瀑布的水把你上头打湿 啊 那里呢 这个拍录像的这个视野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不在那拍了 那么这条路往左边走 就是去这个Lake Street 轰鸣的水声 这就是新娘瀑布 啊 昏沙瀑布 应该叫昏沙瀑布 这些水就是从这个湖里流出来的 就是在这边 我刚看到湖里浇了个游泳 银子 炒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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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壮观 很熟 这个湖出现了 Lake 3 我们到前面盖起全景 这边要一点风 我们要动一层冰 那我们来看看眼前壮观的十指山 这边要动一层冰 这边要动一层冰 这边要动一层冰